下一題 這裡就是電流給池廠 有兩個電流 叉叉表示電流流進去 一點表示電流流出來 然後呢 要是有相反的兩個電流 請問你這個迅速是誰是對的 基本上 有些答案一看就知道不可能對 那這樣子擺 那個一看就知道不可能對 那麼 A跟C應該只有一個對 因為要嘛就有相似 要嘛就有相似 所以要猜應該有百分之五十的機會可以猜對 哪一個 哪一個 33 A請坐 答案不可能是B跟豬 因為他是左右擺 只可能左右動不可能 上下動 安培右手 A有一個電流朝裡面 轉一圈在B有個磁場向下 所以 A電流造成A磁場向下 B電流在A磁場中 所以 右手開掌 電流要流出來 磁場向下 手心向 右 所以 B在A磁場中 B磁場向下 B磁場向下 A電流在向下B磁場 右手開掌定則 電流流進去 磁場向下 手心向左 所以 所以 A電流在B磁場中 受力向左 A送受力向左 B受力向右 表示兩個互相怎樣 表示兩個互相排斥 所以答案選C 你可以用背的 你可以用背的 因為考試常考 有些題目這樣會背 所以答案就知道了 如果兩條電流 同樣方向的 會彼此互相吸 方向相反的 會互相排斥 同向電流 會相吸 反向電流 會相似 像這樣 剛才是 反向電流 現在是同向電流 通通流出來 A電流流出來 繞一圈 在B磁場向上 所以有一個 A電流 A磁場向上 B電流 在向上的 A磁場中 右手開掌 電流流出來 磁場向上 手心向左 所以受力向左 B電流在 A有一個磁場 B電流流出來 繞一圈 在A磁場 向下 所以 A電流在一個 向下的 B磁場 右手開掌 A電流流出來 瘦的磁場 向下 手心向右 所以表示 A電流在 B磁場 受力向右 這樣表示 兩個互相怎樣 吸 所以剛剛跟你講 同向電流 會互相吸 反向電流 會互相 排斥 反向電流 就是 結果可以用背 然後可以解決一些問題 請問你 向哪裡 一樣 小陷阱 一樣 小陷阱 10號 10號 向哪裡 請坐 這題的重點 他給的是電子 電子射進去 表示電流流出來 所以你的手大拇指要向外 磁場N大S 表示指向左方 手心向下 所以表示受力向下 答案是A 這都是 右手開掌的應用 小陷阱就是 不給電流 給的是電子流 記得要把它反向 就可以了 這是我們做的練習 OK